我直接这样说吧 就是 白板发财网里面的人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是不是李明奇的智力比较有问题 还是所有人的智力有问题 他们在侮辱我的一篇文章里面说 我给这个改开做辩护 然后完全背叛了他们的立场 MLM的立场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 我当然承认这个 你就算是运动年代运动时代 他还是通过工农剪刀叉 给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这个国家的国防和这个重工业 重轻工业发展 以及他的一定的人才储备 是一个必经之路 那我承认 但是你们要完全把后来的改开的这整个时代都说成是妖魔化 无辱无灭 我觉得你们没有吃过苦 实事求是这样 没吃过苦 尤其是你李明奇 你这个家庭背景出身的 你就天然是不可能跟真正的穷苦的 在农村土地没法流转 这个他的这个土地财产的所谓的资产性 非常可疑的 实质上我们认为他们就是农业工人 然后是要交大量的 粮食 工粮和提留的农业工人 这些人 你没吃过他们的苦 所以你天然不会给他们说话 我 废话 我不多说 他有多荒谬 他跟我说 这个 在运动年代 沉降人均收入差距2.6倍 好吧 2.6倍 然后呢 说改开之后 这个差距的先是略有下降 他自己拿了一个统计年纪里面的 略有下降 到84年的时候可能就2.2倍 然后后来回升了 升到2000年的时候 升到2.8倍了 就要高于这个1976年了 然后到这个2010年的时候 升到这个3.2倍了 过了10年又涨了这个0.4倍 大大超过这个 大大超过运动年代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这个沉乡收入差 在改革开放 到了 2000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比之前要坏了 其实你在转移矛盾 我在讨论的从来不是沉降矛盾 我讨论的就是阶级矛盾 我讨论就是阶级矛盾 在农村 土地无法流转 然后农产品 胜于被剥夺的 这些人 在我的定义里面 他们就是农业无产阶级 农业工人 就是农业工人 而且不能自由迁徙 也不能自主择业 他们和城市当中享有这个高福利的 单位分房 教育医疗都保障兜底的 那么这些人口呢 如果我们按照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来定义的话 他们是布尔乔亚市民阶级 他们有市民权 马克思原教旨里面定义的普罗大众和布尔乔亚的区别是 都是第三阶级为城邦领主和僧侣服务的 但是布尔乔亚是定居了 获得市民权了 在城市里面 他们是相当于他的家里的城市了 普罗大众的来源是湿地农民 他们是在城市当中是流浪者 住棚屋的 住屋棚的 无教可归者 无产阶级首先 在马克思原教旨的定义上 并不是工业人口 并不是 首先是湿地农民 首先是 圈地运动之后 不得不羊吃人 圈地运动之后 他的粮食不得不 他的口粮不得不到 城市里面去成为 沦为湿地农民 不家可归的拥工 出卖劳动力换取口粮 你不要拿工作属性来掩盖阶级属性 无产阶级属性的典型核心特征是 不得不出卖劳动力 而且没有保障 生活没有基本保障 是饥饿迫使他劳动 就在这个意上讲 对于其土地无法自由支配 没法流转 然后生产剩余全部被拿走 基本上大部分被打走的这些 在这个意上讲 他们更是无产阶级 然后改革开放之后 作为他的土地产出极为微薄 到城市里面 他又没有市民权的这些农民工 他才是更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普罗大众 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说清楚 我怕你脑子想不清楚这一点 我怕你这种原教旨主义 你都不是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 你甚至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 你这是什么 勃列瑞列夫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 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就是说 回过头来 你提的这个指控 说什么2.8倍3.2倍 那我要这样说了 你在运动年代 你的收入差距比是2.8倍 你说后来这个收入差距比变高了 所以后面这个改革开放是 是让这个更不平均了 那我问你 如果在运动年代 这个2.8倍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个作为单元一的 他顶多是不饿死 2.8倍 那就比他富裕的多了 然后到了这个2010年 2010年的时候 差距扩大到3.2倍 但是绝对值呢 绝对值 农村就不会饿死人了 你有没有考虑清楚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想明白这个东西 你如果本身绝对值很低 那么你城市收入是2.8 农村收入是1 那么这个1可能是他要饿死的 你过了10年 20年 30年之后 农村收入是20 城市收入是20乘以3.2好了 是64 那么这个20他不用饿死了 因为他离1很远了 你明白吗 你跟我讲绝对值得你单讲比例的一个差异 这已经包含一个混淆式听在里面了 如果国家不进行改革开放 你要让农村的农业工人农村的无产阶级 处在这个1的水平上要要多久 处在这一个勉强温饱 随时可能一点点饥荒 或者一点点灾害 他就要可能饿死的这种情况 你要你要让他们存在多久 这是一点 那个时候 我都说了 那工业反补农业 那个时候的工业 有多大力量 而且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这些城市里面的工业 还有多大政策 有多大意愿 有多大能力能反补农业 那不是运动年代也持续了好几十年 这个是先讲清楚这个比例和绝对值的关系 绝对值 如果说农民的 你就换算成粮食 你就按照你要做这个统计 我请你就是说 我不喜欢做这种工作 我还是凭直觉去理解的 凭人民群众用脚投票 人民群众到底支持的是什么 我就跟你说 你要算这个东西 很简单 你算1976年 农民的收入 除以粮食价格 他能有多少扣粮吧 或者他能有就 纯上他吃粮食 他能吃多少多少公斤的粮食 你在算那个时候的 城市里面的 平均下来 2.6倍嘛 好吧 那那个粮食是会不会饿死 有没有可能 它是一个绝对的匮乏状态 你说到了2010年的时候 扩大到3.2倍 扩大到3.2倍 那你和这个30多年前相比 农村的他能买多少粮食 你按照2010年的粮食 平均价格好了呀 来算呀 他不用饿死啊 不用饿死 那就意味着他不用出卖底线性的 人生权利和尊严 你这种东西你在为什么 你相当于说说你在说什么呀 我真的是觉得相当于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相当于 我说的真的是不恰当的例子啊 就是 相当于一个奴隶 一个奴隶 他吃到的饭 每天就一碗饭 勉强不饿死 然后奴隶主的小孩 可以吃2.6碗饭 吃的饱饱的 没问题 早饭0.6碗 中饭碗饭各两碗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 做了一个事情 把这奴隶解放了 这个奴隶可以 吃20碗饭了 一天可以吃20碗饭了 那么这个解放的过程 让整个生产力也发展了 那以前的奴隶主家的小孩 可以吃20乘以3.2的 可以吃64碗饭了 那么好了 那这个奴隶的20碗饭里面 他拿3碗出来 给自己吃饱就行了 另外17碗 他可以去发展了 你同样的 你是这个之前的奴隶主的小孩 奴隶主的小孩 64碗饭 他他都拿饭吃吗 当饭吃吗 不可能的吧 他就吃3碗饭 他吃你这说按照这种说吧 扣除这个扣除这个口粮 维持生命的这部分 那还真的是17比上61 比例还更大了 你是不是要说这不是解放 按照你的道理说 这就不是解放 这就不是进步 你按照你这个比例 一看 卧槽 17比上61 20减3比上64减3 那妈的这个比例还比3.2 还要大的 就3.4 3.5了 那按照你的脑子 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 这个他妈压迫更深重了 你有没有考虑到收入 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值 这个收入里面有必须要有一个 基本收入是维持他的生命的 这个生命维持不住 他是没有做人的尊严的 他是没有什么迁徙自由 没有各种婚姻自由 没有什么表达自由的 他没有这自由的 他连吃都吃不饱 他整个人是处在一个受严重控制的状态 他没有迁徙自由的 他如果只有2点 他如果只有一碗饭 他自己吃都吃不饱 你说他还可以去跨省去打工 他还有余力 有闲工夫 那肯定一定是 勉强温饱 那教育肯定滑坡了 医疗肯定滑坡了 道德肯定甚至道德也是滑坡 你用这个笔值笔 你怎么不把绝对值拿出来说呢 你怎么不把绝对值算掉 算里面的这个口粮呢 来说呢 你怎么不说这个呢 好 这是你犯的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什么 第二个错误是 我跟你讲的是城墙问题吗 我跟你讲的是阶级问题 我跟你讲的是 我跟你讲的是 主人的孩子和奴隶的关系的问题 在这个历史进步的过程当中 从农 农村当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 很多是进了城市的 所以你城市的收入提高 这个城乡收入比提高 在2010年 是达到最高峰的 我看你这个说法的2010年最高峰 到2016年还有2.7倍 好 那就是2010年最高峰了 3.2倍 2010年的时候 我记得差不多那个时候的城市化 人口就已经有50%多了 接近60%了 你1976年的时候有城市里面有多少人 我算你有30%的人 到了2010年有60%的人 或者我算你1976年的时候25%的人 到了201010年 到了201010年的时候有50%的人 好吧 那就是说他城市人口 城镇人口的比例多了一倍 多了一倍 也就是说 拿到这个3.2倍平均收入的人 有一半是从农村来的吗 有一半是从之前的那个 被绑着手脚的无产阶级当中来的吗 你听得懂这个道理吗 你放了一个入城权 他才能进到城市里面占你这个比例 你是不是有点笨呢 你要不要去算一算 我这个我这个话就放在这 你要不要去算一算 你旧时代事实上在搞等级制 你世上不是在搞等级制吗 你这些人不允许在进城 三分之二 或者说是四分之三的人口 不准进城的 在时代进步的 可以让他们进城市里了 他把城市人口扩张了一倍 变成之前两倍了 这个时候你说 哦这个城乡收入比例要比运动年代要高了 就是有罪过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农村当中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是 有一部分是比老弱病残吗 或者本身他确实 条件更困难 更艰苦一些 你肯定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农村当中肯定是条件更好的 他是去了城市吗 所以把这个比例 拉大了呀 你农村当中留下的那部分更艰苦 后发嘛 没有优势啊 那饶得是这样 这个比值还降下来 对不对 到2022年这个比值还降下来了 也就是说 一开始往城市里面跑的是农村当中 比较敢干 敢拼 肯干的那部分人 他们到城市里面去 拿到的收入肯定是比农村里面多的 而且差不多就两三倍 我印象中在我那个时候在零几年零五零六年的时候 我们老家种田一年四千块去打工一年有个两三万吧 那这个还不止呢 我靠那是好几倍了 去打工的话 他们有活干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到三四千块钱 零五年的时候 砸钢筋啊 很累很苦的那个活 那么愿意往这个城市里面跑的 他这个收入 然后在城市里面还留下来的 他人口不断的增加了 他们赚到的钱相比农村是越来越多的 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不讲清楚啊 你是但是运动时代 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 现在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这个五分之三 然后你你也意识到了这个吗 你也意识到了你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的不是城乡差距问题啊 我跟你讲的是这两种不同属性的人爱 有资格在工业机器里面 拿铁饭碗吃公粮的人和没有资格 只能捆绑在土地上 还有交公粮的 手脚被捆着的人 这是两种人哎 你说一道切出这两种都是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 甚至都是工人 甚至你就要说这个被手脚被捆在土地上 不允许入城的 没有打工权的 这些人还是小赞姐姐 按照你们定义 你们疯了吧 你这个就不是不是笨了 你是疯了 你疯了吧 你疯了吧 我跟你讲的不是个城乡问题 我跟你讲的是具体劳动者所处的 事实的他人生所设的限制 依附关系的一个问题 在搞笑 你在搞笑吗 我跟你讲的不是他妈的城乡问题 我和你讲的是这两种人 你这两种人差异很大的 大到我甚至可以把它描述成是准阶级差异 你反过来说这工人和和你的在城市里面有铁饭碗吃公粮的这些人和他的头领 他的主人之间的这个观这个差异这个差异我没有发现他到天欠他在这个历史年代里面这两者的差异还讲讲平正主义 这两者差异反而有平正主义色彩 但是都能吃饱 2.6碗饭或者说5碗饭 和和这个哪怕10碗饭 2.6碗饭能吃饱了吃饱了 无非我就只剩下一点小零花钱 那个是吃完了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能吃饱的人和吃饱了之后和有还有余力去干这干那的人 你和别的我这真的是你的那个话语真的是个解放性的话语吗 你要结合历史实际情形情境谁在被迫劳动吗 谁在迫于饥饿 谁在毫无保障的被迫劳动吗 这才是无产阶级 迫于饥饿 迫于生存的危机化 毫无保障的被迫劳动 这才叫原教制意上的正统意上的无产阶级 你闹到好 闹弄清楚你的定义好吗 我们始终讲的是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好 这部分无产阶级后来开放了可以进城了 入了城 入了城之后你说城镇人口差距的悬殊是运动时代无法想象的 你又开始说城镇人口内部差距的悬殊了 然后内部差距的悬殊从哪来的 然后你又说了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口平均工资是65000元 然后是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2023年差不多吧 我这顶多说差不多 然后后面那个那部分话我没给你解出来 我直接给你念了 你说什么 金融正式职工平均工资17万4000元 和城镇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是2.7倍 然后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正式职工的平均工资 是22万元 与城镇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是3.4倍 好 那我现在问你 金融业正式职工和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正式职工 是谁家的小孩念了大学 然后毕业了去干这个工作的 你不要跟我直接就跟我说是领导家的公子公主 肯定不仅仅是 因为这个没那么多人对不对 很大一部分是什么 很大一部分是本来他就是成他在运动年代就是城市职工 他在信息家庭教育上 在这个也就是说开放改革开放了之后 这这批人是有先发优势的 他本来就在城市里面 他不需要打工买房 他打工赚的钱直接可以用来培养孩子 这些人就是以前的运动年代的职工团体 当然也有干部团体 他们的孩子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了之后 而且那个时候你得有户口才能接受教育啊 你这外地人口农村来的农民工的小孩都能走读都不能在那考试 他们的孩子不就是这个说难听一点 你不就是在运动年代所处的优势地位被变现了吗 但是呢 怎么说呢 那至少是机会上是平等的吗 至少是肯定有一部分人金融业或者说这个 啊这个这个什么信息软件技术服务业 上这些专业的上这念上这些大学的考试这些大学的 应该不全是以前的这些职工家庭或者干部家庭的小孩吧 农民家庭的农民家庭也可以努力打工在城市里面买一下商品房啊 这个这个被放开了 对不对 你在理论上有的这种可能性在实际上有这种可操作性的无非是个比例问题 那在之前的年代呢 想都没有想啊 之前年代难道没有 我说难听一点 难道没有子女 是毕业了是可以可以对外经贸或者说什么信息技术 难道没有吗 你说算这个子女子女人口子女人口这些子女这些专门的劳动人员才有专门的技术的那个时候农村 农村 穷掉农村 就普通平民 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 甚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他们的子女在任何意义上 有可能吗 在运动年代高考都没有恢复的年代 在任何意义上他们有可能进入到什么 经贸 对外贸易 或者说什么银行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一直搞运动 你要不要跟我说什么 什么 共农民大学生 这里面 你一个地 一个县 你给几个名额 最后有几个名额能落到真的是农村草根家庭出生的孩子的 能落到大队里面的 能落到村里面的 有多少又是落到了干部家庭职工家庭的职工家庭都捞不着 你以为呢 你在搞笑吧 你我当然承认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 至少金融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也向最底层的平民家庭开放了 你可以去卷 职工家庭有先发优势 干部家庭更有先发优势了 对不对 他政治精英 学术精英家庭 他要转转商业 要下海人脉资源 见识 对不对 各种权利关系 他更有优势当然 但是呢 你好歹这口子放下放开了吧 你的意思是这口子要再收起来 然后这些东西不用货币来计价 要这些东西重新用行政权力来 来来来来 来定义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少数精英老少数精英家庭子女去从事这相关的行业 好了 然后呢 他不用钱的 他一婚钱不用花了 他搞特供就行的 他不要花钱的 他还有什么收入平均工资 他不要用工资行事 他只要说我从事这个行业 我是什么哪个哪个市的负责对外经贸的 那我和外国人我就是要送又要什么 什么巧克力啊 烟酒啊 对不对 我就是我就是你要给我配西装革履啊 这个东西就是用特权形式来给他就行了 给他特权特供就行了 不用给他钱啊 现在至少这些东西用钱在计价 你在搞笑 那之前那种形式特权特供形式难道比用 用钱的形式更平等吗 之前是你最底层平民农村的那些没有城市户口 没有入城工作资格的那些平民 他们的子女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些行业 永远不可能或者说拿一两个出来做秀一下是有可能的 绝大部分永远不可能进入到这行业 这完全是闭塞的 完全就是壁垒 是绝对的壁垒 现在呢只是相对的壁垒 你只要够卷够拼 你孩子能上大学够努力 上相应的专业 进到这行业里面够卷 酒场上够狂喝 够舔怎么样的 他是有可能混到这岗位的 我不相信那个什么上海浦东搞金融的全一巴的是城市家庭出身的 总归会有什么凤凰男总归会有农村农二代农三代的 再明确点无二代无三代无城市当中的市民权 那就无产阶级啊 无产阶级的无产这个产指的是城市城市市民权 好吧 还给我说什么啊 原来这就是为民主所谓的进步 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是劳动人民做牛做马 以自己的血汗 铸成资本家的进步 哦 劳动人民没有做牛做马 他也是个人呢 劳动人民这个时候他也是个人呢 城市内部的他的数量差别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至少他是个数量差别了 你在那之前那是那是性质差别 那是你整个的身份定位属性差别 你李明奇 你他一个城镇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你屁股会在哪里我不知道吧 你好意思说你什么真正要解放无产阶级你好先先盯盯景看一看那个年代到底谁才是纯正的无产阶级 在多产阶级上讲谁的生命更没有保障 谁更迫于饥饿 不得不劳动 拼文明的劳动 谁才是无产阶级 谁真的是更困苦 那么更痛苦的活着更应当更更不似人类的活着你是个解放者吗你在多大意上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个解放者 你还就是个教条的担动者你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良心吗你一碗饭让他吃一天你真的是那个时候是闲食吃吃西哎那一碗饭泡成三碗西饭就吃一天哎你跟我说那个时候 比例2比2.61比2.6所以那个时候相比那个2010年的时候比3比3.2的时候更大妈的更要平等更进步你在搞笑生产力不发达拿走的剩余虽然绝对值拿走剩余不高但是你拿走的剩余是要人家就是要他处在很困苦的 禁地的你懂吗我让你选好了呀你是要选一天一碗饭然后你的啊你所谓的你的那个城市里面的你的呃你的阶级盟友一天2.6晚饭你是要选这个你还是说你一天20晚饭 你吃吃三饱饭三晚饭吃饱了之后你还有17晚饭你把它换成钱或者怎么样的自由支配的一个一个资源然后你的城市里面所谓的你的盟友 当然那个时候你觉得已经变质了你开始敌视他们了他们一天13晚饭另外有61晚饭你选哪一个你就你自己而言你选哪一个 你选哪一个嘛你是要维持第一种情况一直维持着你还是要你要拥抱历史的变革是你是你们这些本来能够吃2.6晚饭的人在有先发优势有你的资产有你的有你的那个高贵的身份 有你的人脉关系有你在城市里面的一些亲亲戚网络有你本来就已经经受好的工业训练文化训练 你们有先发优势放开来竞争一开始肯定是你们得利的嘛一开始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的人肯定相比于没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的人是得利的嘛更得利的嘛 但是当所有人都进入这个环境进入这个环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 后来这个比例是越来越低的 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了 人均收入差距缩到到缩减到2.4倍了 大家都在城市里面竞争的时候这个差距是会缩的 留在农村的就不是老弱病残了 而是留在农村是很多是返乡去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 他在他在农村里面也是有有相应的这个产业可以自主经营的嘛 我不知道你在思考什么 你用脚投票你自己还不是跑到美国去了 你怎么不去 你怎么不去南美啊 你不去菲律宾啊 你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吗 你在干嘛 你在美国享受资本主义生活 你不是精神分裂吗 我失求这样 你为什么不去南美啊 你去南美哪个 比如智利去找那边的 毛派你找他们呀 你去去干呀 你在干嘛 把你资产阶级收买你的教职撤掉好吧 把美国美国美帝国主义的资资产阶级收买你的教职的钱 除了你基本消费之外 请你全部捐给第三世界亚非拉反美反帝斗争 你捐了吗 你你这个网站你只要一直捐 我给你赞助 你把你这收入基本 留下基本生活所需 其他的钱干嘛给老子捐掉 捐呀 你说你没有捐款渠道 我给你我给你捐款渠道 你去捐呀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你这里有问题 跟你讲这么多 我我永远关注的不是城乡差别 我关注的是阶级差异 准阶级差异甚至可以说 当然我们后面强调工农联盟呢 工农联盟 大家可以一起挣钱了 不仅要讲工这个工人无产级专政 更要讲工工农联盟了 一起到城市里面放开入城权 放开打工权 放开在工业机器就近 谋生的权利 大家竞争竞争看 打破铁饭碗 至少在工业部门 主要的工业部门 或者至少你就是城市清工业 服务业里面打破这个铁饭碗 被压迫者 被压抑者 被剥夺者 他们是会努力促成自己的幸福的 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你有没有想清楚这个道理啊 这个过程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之前是个禁锢束缚的过程 禁锢束缚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 有它相应的目的目标 可以理解 你不能一直禁锢束缚 那个模式 那个老路经济已经运行的走不下去了 不仅是那个时代已经走不下去了 后来还要搞设腾龙花鸟 鸟龙经济 也走不下去了 时事求是这样吗 你要不要时事求是一点 搞的弄的弄的为了 通过膨胀之后 为了这个回收资金搞那么多餐馆 让他们把这个票子都花到这个吃吃吃饭馆里面去了 有很多很 就是实际上你评价一个运动是否解放进步 你就看他本来受压迫受压抑的人口 他身上的枷锁有没有被撤销掉 你说有些是行政强制的属性定性上的 人的存在的性质上的这些枷锁给他去掉了之后 后面又有了量的又有了金钱资本的这个枷锁 但是在一段的一定的历史时期当中 后面这个量的提高就是这个纯粹的资本 钱金钱所带来的新的枷锁 他还不是他没有没有强制强制性 他不是像以前那个年代 你非正式工 你不是固定工 你什么临时工 什么农民工潮汐式的跑到城里面抓到 你要钱办的 要你的时候叫你来 不要你说直接把你当什么 嘿不累 关起来打一顿再说 把你都妈的 不知道关多久 然后把你把你都赶走的 强行把你赶走的 那是啥呀 那是啥呀 那是你运动年代所所讲的 真的是平等主义吗 那真的是平等主义吗 你不要说你在城市里面干部和职工 看上去好像平等 这个吃五碗饭 那个吃二点六碗饭 那个就要平等了 那个吃一碗饭 他就会可能要饿死 他按一定的百分之百分之一千分之五的比例 可能在饿死 你不能说他有个基本需求 你知道吗 明白吗 你就搞什么人均收入差距 你知道那可支配收入差距还更大呢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按照这个人均收入 可支配收入在农村算下来是负的 有没有可能啊 在有的落后地区 他算出来是负的 他吃不饱饭 还饿呢 那很搞笑啊 后面入城了 城市人口的构成比例都发生区别了 有户口的没户口的 有房的没房的 有体制内身份的 没有体制内身份的 之前以前是职工的 之前不是职工的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你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具体来说一说 你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强行为了把我批倒批臭 你就失去了你自己思考能力吗 很可悲啊 你几岁的 我好像记得你年纪跟我爹差不多了 我爸是头脑很固执 很笨 但是我觉得你比他更笨 我爸是农村过苦日出来的 我爷爷是他妈的在农村 吃69岁得来治不了死掉的 苦的一批 你们 我靠你 这你真的是家庭出身 真的是 我学术精英家庭出身 就靠着你学术资本 混了你那点什么名头 什么玩意儿 以前在什么北京左圈混 就这种人 你还真的 所有人不要幻想这种 这种人还真的能跟什么穷苦的 要被解放的人去良心发作 要去帮助呢 你他妈现在的美帝吃香的喝辣的 我真的说你出基本收入 你把你其他那些钱财产公开了 我给你取道 你去捐给亚非拉第三世界 你说呀 你他妈对人家有基本的同情吗 你吃过这种苦吗 你爷爷奶奶 你爸让你吃过这种苦吗 装着自己好像很他妈的是什么解放者姿态 很他妈体恤穷人 你怀念那个年代 无非就是更平等你们这些什么城镇里面的 就是有没有明显的官民的一个什么鸿沟的 那你们是啊 但是你饿会饿死的人和不会饿死的人之间的鸿沟 那可大了去了 我没看到你们好像你有一点点努力是想要去让这个鸿沟消失的 改开放让这个鸿沟消失了 但是他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嘛 我跟你讲 不是什么政治运动伟大不伟大 我直接就说了 真正伟大的 其实是 其实是无产阶级的力量 不是你城镇里面那些吃香的喝辣的 或者那些至少不会饿死的 很明确不会饿死的 还有闲可以去学哲学搞诗歌 小孩有托儿所 完全生活不是很困顿的那批人 这不要非要说他们是无产阶级 至少不是马克思原教指引上无产阶级 真正的无产阶级 真正无产阶级确实在特殊运动年代 乱呀闹呀 要拱呀拱火呀 他拱火的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说你允许串联了 他有这个迁徙的自由了 但也仅仅是有迁徙的自由 你说他创业上那边说 我要这里铁办 我会给他吧 他不会给 是可以大鸣大放的 那你说这个大鸣大放 能不能我自己可以 有我自己的某种 实质性的独立的监督的 批判的揭露的声音 好像也收了 后来也收掉了 没有吗 这种东西呢 实事求是假 我甚至都说你背叛了运动的初衷 运动的初衷 不是让你们在城镇里面 维持一个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乐乐呵呵的一个状况 维持一个干部和职工之间的 这个鸿沟天前不存在的状况 运动初衷 事实上真的在农村过苦日子的人 他可以打破 这种三元制 不是二元制 这是个三元制 在这个三元制当中 拿两方的矛盾是更重要的 你自己想一想吧 我反过来讲 城镇里面的职工 他有这个 有 他 2.6碗饭吃饱了 小孩也有托儿所带着了 医疗都有保证了 他们会有这个政策意愿 让那吃一碗饭的75%的人口 是80%的人口得到解放了 他会有这个意愿吗 不靠政策层 不靠政治精英 这24.9%的人 好吧 这24.9%的人会有这个意愿吗 我是那80%的人 或者那75%的人 给多少钱 我再拼命贿赂那0.1%的人 哪怕让他们公口万代 我不想再一天吃一碗饭了 我哪怕我 懂吗 我哪怕我把这20%的人的 50%的财富全给那0.1%的人 我也愿意 听懂了这个逻辑没有 因为我太痛苦了 你知道吗 明白吗 因为80%的人 75%的人太痛苦了 哪怕你把你城镇里面 那20%的人的所能控制 不是你拥有的财富 所能控制的生产资料 所能驾驭介入影响的生产资料的 一半都给 或者哪怕全都给 给那0.1%的人 只要不挨饿 只要让我 只要让我证明 我比那25%的人 或者20%的人更肯干 我不要 我不要这20%的人的2.6个馒头 你给我两个馒头 我就愿意干 你给我两碗饭 我就愿意干 因为一碗饭 我真的吃不饱 那你说那个年代 为什么这些人只有一碗饭 城里面有2.6碗饭 或者这些找生产资料的 围绕着生产资料的 这些职工有2.6碗饭 那可能那个时候干部有那么5碗饭 为什么呀 你工业到底有没反补农业吗 你工业反补农业 首先请你把工业就业机会 让出来给农业人口 也可以竞争 有吗 有吗 你在哪个运动里面有 有放开 放开你工业就业机会 让农业人口可以竞争 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改开放 首先这个开放不是对外开放 首先这个开放是城市向农村开放 或者我换句话是工业 向真正的无产阶级开放 在搞笑 我觉得真的是 我实事求是这样 城乡壁垒 换句话说 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的持有的合法性 允许拥有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持有的合法性 那也得是那种 非常僵死的计划经济 被推翻了之后 否则你就人家穷一辈子 一辈子吃一碗饭 我不能明白 让你 我就让你选择你要过大种日子 让你有两个按钮 好吧 有两个按钮 让你一个按钮是你按下去 你有80%概率 你就吃一碗饭 你就是辛苦劳动 然后你的生产的盈余 给他吃2.6碗饭 80%概率 20%概率 你能吃2.6碗饭 0.00几的概率 你能吃5碗饭 这是左边这个按钮 优越的按钮是 你按下去 你有一半以上的概率 你能吃饱 而且你还有大大的盈余 你能有20碗饭可以吃 但是你可能看着不爽的那些人 在你眼里是说特权 或者说资本主义堕落 腐化堕落的群人 他能有六七十碗饭 或者有一百两百碗饭 但至少你能吃饱 至少你不应该 你不会再迫于饥饿 出卖你的很宝贵 很宝贵的一些尊严 你不会再迫于饥饿 再出卖你 明白吗 这么浅显易懂的这个道理 你说你一个共产主义 什么理论家 你不懂这个道理吗 你是蠢还是坏呀 另外一方面你真的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 按我说的做把你现在工资性收入 各种财产性收入 除掉基本开销部分 你在国外呀 没有人管你呀 就捐呀 找啊 找各个运动里面 你觉得还是 还是符合你那个马力毛定义的 你去把你的钱捐给人家呀 你捐了没有吗 你捐了你晒仗本来给我看呀 捐了给我看呀 你不是说你比我更够格吗 更有资格吗 你捐了给我看呀 我说你在那倒逼倒倒逼倒倒啥呀 我希望你仅仅是智力有问题 而不是人品有问题 而不是你脑子里真正信仰的东西 和你嘴巴上一罐吹噬的东西 不是同一个东西 感谢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